完成陪练孙颖莎任务 刘诗文有多少奖金 数字曝光 新岗位或敲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东球聊球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乒乓球 WTT澳门冠军赛结束了 时隔320天 孙颖莎再一次夺得了礼担的冠军 这对于一年来备受质疑的孙颖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冠军 凭借着这个冠军 孙颖莎也是稳固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甚至如果孙颖莎能够拿到 新疆WTT世界杯年度总决赛 拟担冠军的1500积分 孙颖莎也将直接锁定一张 澳门冠军拟担门票 孙颖莎的夺冠离不开她的出色表现 孙颖莎的夺冠背后也有很多人的默默的付出 比如说 此前同样备受争议的邱怡可指导 比如说失言澳门的刘诗文 在WTT澳门冠军赛开始前 刘诗文失言国拼 而在这期间 刘诗文更多的是承担起协助孙颖莎信念的工作 在信念中 刘诗文更多承担起和孙颖莎对练的任务 而从比赛的效果来说 刘诗文还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孙颖莎夺冠 刘诗文完成了陪练的任务 他能够拿到多少奖金呢 继续 WTT澳门冠军赛的奖金是三万五千美元 折合人民币二十五万 按照国拼的规定 孙颖莎能够拿到一半 其他一半的将分给教练组工作人员 以及部分上角作为国拼信念外出比赛的费用 这也意味着 这十二万五千还要分成积分 最终来到刘诗文的手中的奖金 大概率还有一至两万左右 虽然一至两万对于刘诗文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钱 但是这钱刘诗文该拿 因为这是刘诗文心情复苏应得到的回报 收获奖金是对于刘诗文的肯定 在接下来的WTT世界杯年度总结赛 刘诗文依旧是没有再参赛名单 而相信有了这一次的陪练经验 刘诗文也会再一次得到重用 为什么呢 李逊和肖战指导的离开 让国拼离对教练组空前的空虚 这才有了刘诗文被抽掉失言的事情 而在WTT澳门冠金赛中 刘诗文承担的是孙颖莎的陪练任务 在出社完成任务后 刘国良也会给刘诗文加盟 在WTT世界杯年度总结赛中 刘诗文大概率将尚未类似助理教练的结设 刘诗文协助信念的球员 也将不再是孙颖莎一个人 虽然这样的做法会让刘诗文更加忙碌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为了刘诗文未来转型做了最好的铺垫和准备 这对于刘诗文来说也是有大大的有利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